百貨商店 餐廳林立 琳琅滿目齊全的商品展售 还有全世界最密集 最复杂的铁道运输系统 这里是 东京是亚洲第一大城市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更是全球公认零售市场 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日本市场是国际公司 在海外的主要战场 而台湾在2012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加速产业转型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 今年刚好整整20年 各大国际活动交流中 常常看到行销台湾品牌 台湾Plus 2022 台湾吉日 今天已经正式开幕 大家可以感受到 另一场原本的台湾味 疫情后最大的一场 台日交流活动 第三届台湾Plus 由文化总会举办 因为疫情睽回三年 有超过70组台湾品牌 在东京上以恩赐公园 以试集方式设谈交流 除了小吃美食 更多的还是创意商品 它是一个空白露音带 但我们有时候说 你要寄卡片给朋友 那能不能够寄一个 有声音的卡片 那这个声音卡片 你可以自己设计它的封面 所以我们布了非常多的贴纸 像这个是我做的 台湾知名设计师方旭忠 曾经为金曲奖金钟奖及金马奖 操刀视觉设计 这次他带着团队 在市集贩售的空白录音带 不只是录音带 背后要传达的是触发火门 开启对声音的记忆 我们也做了三种音乐载体 尺寸的包包 像是可能有放黑胶的 然后也有放CD的 但也有放录音带的 其实我们也想传递 像所有的声音跟故事 它都像在空中一样 on air 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希望能够把它 真的设计成包包 让大家能够一起使用 所谓的文化创意商品 贩售的不单单只是物品本身 而是背后的故事与意义 像是咖啡豆外包装 印制的声波 是咖啡师烘豆时留下的声音记录 这些都是台湾魂创商品 独特的魅力 充满创意 充满温度 因为感觉是有一点 跟我们日本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某种点是反映台湾人 或者台湾社会的 一种自由的一个态度 可能我们日本比较喜欢受规则 所以可能我们日本东西 是都一种标准化 不过台湾的文件 感觉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 做的人是想要做什么就做 所以现在在日本 大家都开始盘旧台湾的文创 2022年台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迈入20年 根据统计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营业格 2020年约有9264亿元 比2019年成长1.54% 其中产品设计产业以外销回主力 而且多数是资本格未满500万 员工数10人以下的回行企业 大型国际交流活动成为这些回行企业 连结海外市场的第一道门 开启跨界合作的机会 现在我手上这双布鞋可以说是台日混血儿 它是来自日本的布料跟台湾的设计师合作 在日本一年的销售量有大约2000双 这个品牌起源于台湾 但在日本大阪京都等地 进口布料到台中 由制鞋厂的手工师傅一针一线制作 在台日两地贩售 在日本一年大约可售出6000双 以小众品牌来说 已经有不错成绩 透过台日合作方式进军日本市场 这个品牌的特色是有华萨的鞋子也有 还有日本人喜欢的这些那种 刺萨的鞋子也有 就是其实这样的鞋子在日本非常特别 因为日本的鞋子的业界里面 找不到这样很花的华萨的鞋子 台湾文化受欢迎程度 在今年的台湾Plus活动里 可以看出端倪 第一天入场神寺就突破10万人 打破前两届记录 许多台湾商品更是第一天就销售一空 他们有的甚至在未来 已经有即将在这个日本市场 能够开拓他们市场的一个准备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日本朋友看到台湾的这些创新 或者是说台湾的这些老品牌 如何用新的方式跟他们做介绍 台湾这个台子还是非常好 现在在日本就是打台湾的名号 就本身就是一个名号 根据2021年的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报 显示 2020年文化创意产业外销收入 在疫情下人力是成长 比2019年成长百分之九点八三 长期关注台日关系的学者野岛钢 认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在日本开始崛起 台流助攻是因素之一 因为日本今年掀起所谓的台湾潮流 甚至被称回扣三一现象 那时候我们日本真的很感动 然后就开始发现 台湾怎么会那么喜欢我们日本 以前喜欢台湾的日本人 基本上是年纪比较大的 不过三一的捐管 引起我们日本年轻人的一个新关注 所以是有些开心是点火 他们有的喜欢是文具 有的喜欢是台湾的电影 三一以后日本社会对台湾好感度大增 进而想了解台湾 最后爱上台湾文化 其中以二十岁到四十岁 这群具有经济能力的年轻族群居多 又被称回哈台族 你爱台湾文化和音乐 你曾经在台湾上吗 是的 我妹妹在台湾上学习 在台北 我曾经在台湾上学习 我曾经在台湾上学习 有吗 台湾文化和生活习惯了吗 好 我六十岁 我六十岁 我中国的 在台湾上学习 截至疫情前的二零一九年 已经到台湾四十多次 平均一年来台四次 我第一次在台湾上学习 是2006年 但是 每天都去台湾上学习 我又要学习 我从来吃到 那是途中 我永远有魅力的感觉 当然 也很喜欢朋友 żyrup 还有朋友 也很喜欢 我一起去 采访这天我们突袭式的询问 它身上是否有任何MIT制品 果然它带的耳环是充满台会的 藍白托造型 包包里拿出的是来自台北大稻城的 混创品牌 是不折不扣的哈台族 我昨天才跟两三位哈台族的日本朋友 见面聊天 然后我最意外的是 他们都知道我所不知道的 台湾的艺人或是文创的工作者 或是创艺人 说起来可能也就是台湾表现出一种 跟日本魂不一样的轻松自在很轻快 或许日本本身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国家 国情文化的差异 造就创艺产品的不同特色 台湾魂创品牌在日本 不论是三一后的这十年 所形成的后三一现象 还是台湾文化创艺产业 在月亮二十年后展现爆发力 嗨 展望 台湾滚创在日本 在国际间都已经逐渐发光